凤林镇112年宇文竞赛14日登场了 吸引全镇各国中小的宇文好手前来参赛 竞争非常激烈 而经过一个上午同场竞赛 各分组的冠军选手将代表凤林镇参加现赛 而镇长林建平除了感谢评审老师的辛劳外 也预祝代表凤林镇参加现赛的同学们齐开得胜 镇长林建平表示非常感谢评审老师的辛劳 尤其是评审老师对同学们这次参加语文竞赛时的优缺点 给予中肯深切的讲评 相信对同学在未来学习 以及学校相关课程的规划有所帮助 多元的社会有个很多方面的早期可能就是国语 所有的各级学校以国语为整 但是现在社会慢慢多元意见多元了 我们有课语语语 我们有语南语语 我们有原住民语 也就是民语还有很多基督徒在奉林的族群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都是一个 虽然是一个竞赛 有一个评比 但是都是学习过程的一环 那我们做任何事情 对得起自己 我们有没有尽心 我们有没有努力 当我们有做到这些之后 当然追求成绩是另外一种诚实的表现 但是最主要是自己你做了什么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在座所有的评审 以及我们的校长们 跟我们所有的同学们 所有的在这个阶段你们的学习 我们在成长之后在社会上 进入职场后 职场 活到老 学到老 会保证我们终生 受用不尽 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评审 相当辛苦来当下这个工作 镇长林建平也指出 透过这次的比赛 相信可以让同学们知道 自己在语文表现上的优缺点 应如何的加强或是保持 各校明年再来参加比赛时 一定能够突破今年的成绩 至于将代表凤林郑参加现赛的同学 镇长林建平也鼎鼎鼎他们 牢记评审老师给予的专业建议 也预祝同学们在线赛时大放异彩 记者凌杰 封林郑 蔡宝宝到